首先帶您關心 美國羽球公開賽冠亞軍賽對決 結果出爐了 中華隊羽球搭檔盧敬堯 跟楊柏翰最後奪得亞軍 並且報回4560美元的獎金 賽後他們表示已經盡了全力 至於比賽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發揮實力 他們也說明了主要原因 盡力了 我們盡力了 就是改用的策略就用了 但是就在防守吧 防守我們沒有做得很好 造成我們第二局的時候 開始被壓著打 那第三局的時候 對手氣勢起來 就變得真的很難打 儘管這次冠軍賽败給了日本隊 不過兩人在這次公開賽的好表現 也讓他們的世界排名 一下子就要升到了第12名 是他們目前最好的成績 也因為如此 駐洛杉磯台北經文處 還特別頒發了榮譽狀 表揚他們以超群球技 為臺灣爭光